在這個地方被搶吻了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進去 被害女子重回現場 指證莉莉 控訴就在桃園機場的 這處旋轉樓梯 遭到外籍男子搶吻 我就趕快下去 然後他就跟著我下去 去到那個AE的冷氣頭 明明不是同一架班機 對方卻一路尾隨 女子只好越走越快 想盡快脫離危險 他已經掃帽我玩了 掃帽我玩了 語氣都還在發抖 對於遭到性騷的過程 還余計游存 一旁地勤人員 只能不斷安慰 騷擾事件發生在28號 女子在桃園機場 準備飛往泰國曼谷 登機前一名外籍男子 上前搭訕 不過他卻用不雅言詞 邀請女子約會 嚇著他趕緊逃跑 男子卻繼續跟著他 一直到登機口前的旋轉樓梯 眼見四下無人 直接把人抓過來搶吻 回想起事發過程還是相當不知所措 當下被害人立刻尋求航警協助 卻發現這個登機旅客必經的樓梯 根本是個死角 沒有監視器 迫於工作需求 趕著搭機 女子來不及報案 不過他也將事發過程 PO上網 要提醒其他人 即使是在人來人往的機場 也要小心自身安全 別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金新聞邱大會 楊仲強 蔡玉柔財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